6點16分 觀眾朋友大家早 好的 很快喔 時間已經進入了 3月底接近尾聲了 今天是21號 禮拜六 那麼週末假期呢 外頭人比較少 如果早上你已經起床的話 不妨到外頭走走 運動一下 因為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首先來關心一下台北市目前的溫度了 現在外頭大約是21度左右 而且今天呢 可能不太會下雨 降雨期率是零 所以如果起床的話 可以到外頭走一走活動一下了 那麼接著透過衛星雲圖再來關心的是 全台的天氣狀況 那麼今年兩天呢 全台天氣都算是相當的溫暖 而且穩定 只有在這個東半部地區 會有比較零星局部的短暫雨 那麼溫度呢 會比昨天還要再回升一點點 這個低溫改變上頭不大 不過是在高溫的部分上頭呢 感覺會比較大 全台呢 高溫大概都是在19到22度左右 那麼西半部的高溫呢 大概是在29到31度 那麼東半部地區呢 是26到28度 所以今天呢 其實算是滿溫暖 而且舒適的 甚至有人呢 可能會覺得比較熱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地區 那麼今天 明天呢 受到這個吹了南風的影響 所以整個週末假期都是比較舒適 甚至暖熱的一個天氣 下一波的這個天氣系統會出現在 禮拜一到禮拜二的清晨 因為這個東北風到時候就會增強了 那麼在吹風面的地區 北部還有東北部呢 天氣會比較轉涼一點 高溫也會下降 尤其是在北部還有東北部的地區 高溫呢 可能會下降到5度左右以上 那麼禮拜二開始呢 白天 這個東北風就會迅速的減弱了 所以氣溫又會漸漸的回升 禮拜二白天開始到禮拜五呢 都是比較穩定 溫暖的天氣形態 也提醒大家 這一段時間呢 天氣不錯 有機會的話可以到戶外走一走 那麼接著來關心的是 各地今天的溫度情形 今天在北部呢 低溫18度高溫 可以來到29度 相當的溫暖舒適 那麼明天呢 禮拜天 溫度更上升了一些 又是20度到30度左右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週末這兩天天氣都還算不錯 而且有機會可以看到太陽來露面 不過下個禮拜一呢 看到已經可能會有這個水氣比較多 因為是受到了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不過呢 好在喔 這個到禮拜二白天之後呢 天氣又會逐漸的好轉 變得比較穩定了 那麼中部地區今天的天氣再來看到的是 19度高溫可以來到30度 這溫差是相當的大喔 不過呢 接著幾天一直到下禮拜呢 都是不錯的好天氣 也相當的溫暖 然後下個禮拜甚至可以來到20到30度左右 那麼南部地區呢 來看到今天的天氣了 是21到31度喔 更高溫了 所以在南部地區今天呢 還有明天 週末假期可能會有些民眾覺得算是比較熱的 但是 注意這個溫差也是跟中部一樣蠻大的 所以呢 早出晚歸還是要適時的添加衣物了 接著來關心的是東部地區的部分 今天東部地區呢 溫度稍微低一點點 高溫是只有26度喔 明天呢 回升一點到28度 不過禮拜一呢 可以看到因為受到了這個 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所以呢 禮拜一水氣增加了 而且呢 這個溫度稍微又會下降一些 是21到25度 不過來到了禮拜二之後呢 溫度又會稍稍的回升一點了 最後天氣變一天 幫大家整理一下了 這個中南部地區呢 雖然今天全台各地算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在中南部還是要注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 適時添加衣物了 那麼禮拜一開始呢 這個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在陰風面的地區可能會轉為比較涼的天氣要多加注意了 那麼這個禮拜呢 在西班地區還有金馬地區 有可能會出現多雲或是有霧的現象 所以呢 會影響到這個能見度也提醒觀眾朋友開車騎車要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資訊提供給您